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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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对手持凶器的模拟歹徒 战士们用手中的警棍或皮带合力架起对方的武器 随即攻其要派 将危机解除 反手围攻 武警战士们经过长期的训练 能够巧妙地对付持有凶器的模拟歹徒 然而 当他们与真正的歹徒近身不斗时 再要想避其锋芒 一招制敌 恐怕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般顺利了 两人互搏 不是你制服他 就是他伤害你 有没有一种好办法能够远距离制敌 从而更周全地保卫自身安全呢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你好 你好 华老师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和我们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 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应该说非常的安全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弱势群体 在夜晚来临的时候 孤身一人回家的时候 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比如说是持刀抢劫 我还真听一个朋友说起过 然后我们当时听了 也感觉十分的凶险 然后后来我们还帮他分析了一下 就是假如说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办 而最后的结论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是审时多事 看看当时的环境 比如说是 如果周围有一些可以利用的 防身的一些东西 武器我们可以拿起来 然后就是看形势可以的话 做一些抵抗 然后如果的话 当然是还是走为先 还是能跑 还是先跑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是也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时候像这个歹徒 他是有备而来的 而我们是手无寸铁 如果这种危险的情况 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我觉得应该是灵活激动的 去处理 还是冷静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人 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发明项目 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遇到歹徒 歹徒要近身我们的时候 我们拿着他的这个发明项目 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安全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 非常奇特的发明项目呢 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他 发明人齐悦九 发明项目 制报 抓捕器 齐悦九 今年45岁 吉林长春人 一位极限运动爱好者 对于自己热衷的试点 他激进失明 曾经拥有一家极限摩托车俱乐部 然而 这种超越身心极限的自我挑战 并没有给齐悦九 带来经济上的实惠 2009年 年满40的他决定告别自己钟爱的摩托车运动 打算干一个能养家糊口的行动 于是他另谋出路 从小吧 对发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事实就是说在发明 咱们这一款警用抓捕器之前 我已经有了很多项发明 甚至有一些发明啊 目前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 搞发明是喜悦九的新出路 也是他幼时梦想的延续 几年下来 他累计了十几项发明专利 每一次创造与突破 都让他的发明之路 走得更为坚定 两年前 他在网上看到一则 警察与吃刀歹徒搏斗时 因供迅职的新闻 这立刻让他意识到了 警用防暴器材 急需改良 当时吧 那个警员用了警棍 其实警棍嘛 可能就是说 与吃刀的暴力分子吧 他对抗的时候 并不占优势 在片子开头 我们看到 使用警棍制敌 必须与歹徒近身搏斗 近距离接触 本身就存在危险 再加上实战情况 复杂多变 即便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有时也难免失手 于是习悦休想 是不是可以制作一种 防暴器械 既能做到 不让歹徒近身 又能将其制服呢 上网搜罗了一番 习师傅发现 在传统的防暴器械中 的确有一种 能距离于两米之外的 防暴钢叉 但它的制服效果 并不理想 只有用它将歹徒 逼到墙壁等障碍物上时 才能控制住对方 那么 如何才能在 传统防暴钢叉的基础上 增加制服功能呢 一番琢磨后 习师傅找来一些金属材料 试着做了起来 经过一个月的 翘翘打打 他在自下的厨房里 完成了 抓捕器的制作 习师傅在吗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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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方明记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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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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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家是吗 是我的临时住处 怎么叫临时住处呢 还有几个朋友在这住 因为目前吧 个人情况也不太好 就是生活也挺结局 您是这样 咱们看一下 请进 那个抓捕器 好的 还好 这是我方明 您请坐 好 这就是您工作的地方 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也是我生父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好嘞 咱们看一下您那个抓捕器 像一把叉子 对 像一把叉子 这个 它怎么用呢 就这么叉吗 对 就是因为咱们传统的吧 警用钢叉 它是U型的 是圆型的 我这款叉子呢 其实是警用防暴 抓捕锁腰器 它是锁腰的 但是我采用了梯形的设计 我在梯形的两侧 设计了抓捕锁 这有个大臂 这是锁小臂 那这个梯形的 跟U型的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这么插的吗 是不一样的 U型的是这样 可以这样插的 U型因为它没有 其他的抓捕机构 但是我这个呢 是插住之后 这几个爪子 能把人捆住 捆住 对 我先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怎么用的 可以 您就拿着它 假如说我是吃到暴力分子 您就往我腰部 一推也可以 就自动出发了 它不会伤着你吗 不会不会 不要是很大件吗 不用很大力 一推就行 正常自然一推就行 准备 对 可以 看 而且看后侧 它的两侧 是在抓捕抓的 一个大臂 一个小臂 它马上就把人锁上了 比起防爆刚差 抓捕器是胜利多了 不必费力 去推锯对方 只要触碰到 对方的身体就行 一旦被它锁住 逃脱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那么 齐师傅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它为什么会锁得那么紧呢 无法挣脱 锁得紧是完全它的动力系统 它的动力系统是靠 这弹簧的 看我给您演示一下 挂上了 这有一个自动触发装置 当人身体腰部 触发到它的时候 它是自动能锁紧的 当自动触发装置 触发之后 它的弹簧是自动锁上了 而且锁上之后 它是反锁 反开锁的 你看 这现在就是锁上了 锁上了你往开掰 它是掰得开的 它掰不动吗 掰不动的 它只能往下 对 只能往里下 你看 只能往里下 只能越锁越紧 对 越锁越紧 把这个锁开了之后 这就往开开了 当然往下压 压别来 这样 这什么原理呢 这就是双向机轮的原理 我觉得这个叉子 这么短的话 我来叉你 如果你手上有武器 那我觉得我很危险 那这样 我忘了跟您介绍了 这个叉子 咱这个杆呢 是那个深缩杆 现在咱们这个 为了携带方便 是放开了 可以拉开 拉开是很长的 两米多 那这样吧 我看您家也挺小的 我们拉出去 在外面试一下你的机器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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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出发 好的 阳光下 一群大妈们正跳着广场舞 孩子们在嬉戏 老人们在休养 整个广场 一派安详和幸福 这里没有歹徒 也不容歹徒 那么 用于对付歹徒的抓捕器 到底该如何验证呢 瞧 我们的记者 是有备而来 今天我们就用这头熊 来测试一下 这个抓捕器 到底好不好用 来 习大哥 你好 你看到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记者抱来了一头玩具熊 这让老习颇感意外 你先把他给抓着 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 我这个抓捕器 是专门对我指导歹徒的 抓他太没问题了 抓他 对对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他可个不小啊 个不小也没问题 比你还胖呢 比我胖也没问题 先咱们试一下 先把他抓着再说 好 试一下 尽管老习有些不屑 但他还是认真的 把熊当成了对手 抓捕器 要想扶人 先得扶熊才行 还真别说 这头熊 虎背熊腰 要制服他 恐怕也并不轻松 熊顺势往后一仰头 躲过了袭击 抓捕器 改步失败 再来一次 这回可得瞄准了 其师傅用力过猛 玩具熊直接被干倒 一个标形大汉 拿着钢叉 非得跟玩具熊过不去 这大伙都看傻了吧 两次抓捕行动都不成功 再来一把 老习 你可得争口气呀 可以可以 还行 不对 这球是不是很沉 对很沉很重 的确很重 我能够举起来吗 好像 试试吧 头发你 哎呀 哎呀不行 我举不起来 很重很重的 的确很重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要是那些歹徒 如果个头比我强壮的话 那怎么办 这个 索要气吧 也就是说歹徒和 就是说抓捕者 咱们或者警员 体力差不多的 当然就是如果你体力比较薄弱的 你操作他抓歹徒 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习师傅身材魁梧 与他发明的抓捕器 倒是十分相符 兵者凶器也 善用者用之 若真是抓捕迟到歹徒 体力不够的人 就不要逞强了 还是把机会 让给他人吧 大家觉得这个抓捕器怎么样 挺好 还可以 你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吗 抓坏人的 抓坏人 啊 还有抓那个动物 体型肥胖的玩具熊 是难不倒老习了 可若真要抓个小动物什么的 比如疯狗 抓捕器 还有用物之地吗 更何况人有高矮胖瘦 腰身粗气各有不同 抓捕器 面对不同的抓捕对象 是否都能挥洒自如呢 这波 记者又抱来几个 大小不同的娃娃 准备一一验证 如果它是更瘦的 比如说这个 还有更小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 锁得很死呢 它能掉吗 掉不了的 改一下 那我这个呢 来 看来抓捕器还真是厉害 在弹簧的作用下 娃娃被越锁越紧 那我这个呢 更小一点的怎么样 试试看吧 看卡哪 就没哪卡 卡到哪啊 行吧 咱们是 卡头是不是 来 最小的一个娃娃 也毫无悬念地被逮捕 可这时 有观众看不过眼了 好歹也是个 制服歹徒的武器 竟抓些可爱的娃娃 来玩把戏 这算是哪闷子事 我感觉这个东西啊 它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布娃娃 如果要真要是 抓捕一个罪犯 或者是罪犯拿着匕首 拿着菜刀 追它怎么办 我感觉这种东西 能不能行啊 不能行 是不是啊 我感觉不能行 不行 要不这样 要不你俩试一下 试一下 没问题 你来抓它 行不行 你敢不敢以身犯险 试试这个机器 我敢以身犯险 但我不说坏言 我可以跟它试一下 可以 咱们试试 谁来试一下 你们想不想来试一下 想不想 来 你身材比较好 来来来 试一下 面对这张牙舞爪的抓捕器 一般人还真有点发怵 也难怪这位穿黑衣的大哥 不敢试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你不能让他这么容易抓着你了 哪个犯人他会这么听话 对不对 就看你的了 千万别让他抓着 那我怎么跑 往这边跑 抓吧 这哥们儿也确实不是个当歹徒的料 看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就不像 老习倒是有几分利色 抓捕器 必长两米 老习拿着他活向过去的武师 马上就要抓真人 老习提前操练了起来 你的任务就是跑 他的任务就是抓 三 二 一 跑 解不开吗 解不开 刚咔你那一下疼不疼 一点疼 会对你身体造成伤害吗 不会造成伤害 席哥 为什么这个解不开呀 咱这用繁锁装置 它是自动繁锁的 扣成以后啊 咱要通过解锁才能解开 像我要是解锁 就可以用解锁装置去开了 但它本人是开不了的 用它一只手是开不了的 行你先给把这个大哥给解开 好的 我感觉这个东西啊 还是不行 如果你拿把菜刀都有它怎么办 它怎么办 说的有道理 嗯 要不你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你来当一下歹徒 师傅 可不可以 我们俩再试一下 可以呀 那你拿把刀子挺 这你拿两把刀都可以 这橡胶的 好好好 你就拿着这俩 拿着这俩 来吧 大哥菜刀都拿到手里了 可一看到抓捕器这架势 他竟然临阵退缩 把菜刀交到我们女记者的手里 准备来了 两人僵持了几个回合后 突然记者无意中用菜刀砍中了抓捕器的触发装置 抓捕器被弹了出来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防不住了 刀可以砍到这儿的话 抓捕器容易被误处发 若是碰上个狡猾的歹徒 随便拿个东西挡一下 轻轻松松就破解了抓捕器攻势 这的确是个大破绽 不过老习面对的毕竟是柔弱的记者 他不敢放开了全面进攻 那如果是真正的抓捕行动 抓捕者下了狠手 思想高度集中 这种问题还会发生吗 这个抓子都你自己用 别人要抓你怎么样 别抓我也没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来 那你俩要换一换 可以 我抓他 可以没问题 看一下这个抓子怎么样 没问题 我来试验一下 好 这位黑衣大哥终于要出手了 他手持抓捕器 还真有几分特警的风采 而老西拿着菜刀 也不乏歹徒的狠叫 新一轮的抓捕行动 马上开眼 王可要来了 抓捕你了 来吧 试一试 说是吃那十块 大哥紧默抓捕器 瞄准老西冲了上去 老西见状 掉头就跑 可哪里跑得过 他被逮个正着 可就在这一瞬间 他竟然挣脱了开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东西不行吧 还没能抓到你呢 这东西就舍了 孩子不好 还给你吧 抓捕器竟断了一只大臂 可见 黑衣大哥是史上全力了 因为机器 焊接部尾不够牢固 原本逃脱了抓捕的背部人 这下 到心疼去抓捕器了 还没等老西收拾好心情 又有人出来说话了 过来 你这看前面来迎面过来了 你这背后又上来了 怎么 你怎么 怎么 什么房后边还来到 我昨天都砍死你了 拿了七八个 十来个 你怎么办 这个是十个人 就是喝酒喝多 刷点分 拿酒瓶子 立到外界 你咔着腿了 这也可以 听得这人一番论战 老齐一身尴尬 站在阳光中 不知该说什么 也不知是何滋味 这把纯手工打造的 机械式防暴器械 放到如今 枪弹叠出的热兵器时代 显得有些 生不逢时 大老师 听过刚才这个片子 我们了解到 这个抓捕器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您看它 这个抓捕器 如果锁定了 对方的腰 如果我们对 这个歹徒的腰部 锁定了之后 它的手脚 其实还是可以灵活的 而且如果 这个腰部的力量比较大 它是一个 块头比较大的 这个歹徒的话 它也可以 这个挣脱 这个抓捕器 其实还是会 造成一定的危险 是的 就是现在的 这个抓捕器 它的整体 还是比较像 我们现在常用的 那种警用钢叉 就是它前面 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包围 然后就是去 把它控制住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它的这个腰 和上半身的这个位置 然后它主要的作用 还是在于 抵挡一些 就是近距离攻击的武器 比如像匕首 或者是菜刀 然后当它如果 想要近我们身的话 我们用这个钢叉 然后把它给 保持一定的距离 制止它 不让它过来 然后这个钢叉呢 实际上并没有 把这个危险程度 现在降到最低 觉得形势不好 它可能会把这个刀 冲你这样扔过来 对 在这个刹那呢 我们当然是 会选择闪开 它在这一代的 这个发明当中 它的这个大臂 还有小臂 还有它连接的 这个关节的部分 实际上它整体的 结构强度 还是有一点问题 毕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 大家肯定是一个 力量上的较量 我是想努力制住你 你是想努力地挣脱 所以它在这些 整体的这个强度上 还需要做一定的改进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发明人士如何来改进 他的这个发明项目的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老习拖着沉重的脚步 来到一家修理店 因为研制抓捕器 他经常来这儿 请师傅帮忙打造器械 抓捕器的大臂脱落 焊接上就好了 可是在今天的测试中 它暴露出的问题 又该怎么解决呢 腰部是人体力量 最集中的地方 当对抗双方力量悬殊 即便是锁住了 歹徒的腰部 使用者也无力将其 完全制服 况且锁住对方的腰身后 他还能挥舞 手中的凶器 还能挣扎 还能踢腿或者逃跑 这就极大减低了 抓捕成功的概率 再者 敞开的梯形插口 不过于开阔 不仅携带不变 还容易暴露目标 导致误触发 看来得考虑改进 他的形状才行 问题就摆在眼前 可习师傅 却迟迟没有着手改进 回想起旁人的质疑与嘲讽 他感到一阵恍惚 由于多年来 经营摩托车俱乐部 总是入部敷出 搞发明又几乎 靠近了他的全部积蓄 此刻 习师傅必须做出选择 究竟是继续改进 还是放弃呢 想放弃过 也说是迷茫过 说究竟自己怀疑 说我这条路走得对不对 他不断反问自己 抓捕弃 价值何在 当遭遇危机时刻 他的使用者 又能有几分 致敌取胜的把握呢 他相当于咱们汽车的 防 就是说那个防撞的气囊 咱们汽车的气囊 事实上 很多车一直到 开到报废 气囊都没有打开过 但是呢 咱不能小视 它安全气囊的意义 因为可能在危机时刻 它的确能保护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这个 抓捕器也是一样 短暂的迷茫过后 习师傅终于鼓足干劲 投入到了改进中 然而 一个棘手的难题 又摆在了他面前 梯形结构的抓捕器 每端各有三根臂抓 臂抓越多 稳定性就越差 究竟怎样的结构 才能使抓捕器 具有一招制敌的本领呢 突破难关的灵感 来源于习师傅无意中 在网上看到的 这段关于捕蛇的视频 捕蛇人正与毒蛇近距离接触 不到一米的距离 毒蛇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 这种伤害是致命的 捕蛇人必须与毒蛇保持距离 才有可能躲避这迅猛的攻击 毒蛇指人死地 武器是他锋利的毒牙 这就好比歹徒手中的凶器 如果只是控制住蛇的身体 他下意识地会向捕蛇人发起进攻 要想彻底地制服毒蛇 就必须将他最具威胁性的部位控制住 让他无力反击 这是捕蛇用的工具 是捕蛇人制服毒蛇的武器 捕蛇人用手中的工具 一招按住毒蛇的头部 随即将其牢牢抓住 当面对持刀歹徒 如果抓捕器 所住的是歹徒持刀的手 而不是他的身体 那歹徒的反击能力 将被大大削弱 于是齐师傅对抓捕器 做了颠覆性的改进 将原来的锁腰器 变成了锁腕器 那么新一代抓捕器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呢 这是我新研发的第二代的产品 我这个产品吧 也是弥补了咱上一代的 第一代产品的不足 因为咱的上一代产品 它是抓腰还可以 抓细小的 或者说太细小的物体 不太实用 所以我又专门研发了 一个锁腕器 其实名字叫做锁腕器 但是它是抓手腕 手臂 包括腿脚腕都可以 尤其在抓胳膊 或者吃刀的手臂 它是非常有效果 您这样 我先给您演示一下 您可以看一下 触发的装置 咱由原来的T型装置 改成了U型装置 这样在触发物体的时候 它更稳定 您看一下 现在刷住了 这锁住了 而且它还是自动锁紧 您可以看一下 它掰得开吗 掰不开 它掰不开 有一点量 但是掰不开 那如果我 像我胳膊这么细 您来锁锁我 没问题 没问题 玩法就可以 您看 您看 它就小了 对 它自然锁紧了 记者的手臂先进 抓捕器 是否也能牢牢锁紧呢 抓捕器的臂抓 由原来的六支 变为了两支 带有锯齿的弧形臂抓 这样的结构 不仅更可靠 臂抓上的锯齿 还使其具有反开锁功能 当抓捕器被触发之后 它便相当于 一个带自动锁紧功能的 长臂手铐 在由触发部位 向手腕移动的过程中 记者的胳膊 得越锁越紧 记者尝试挣脱 但显然 它无力反抗 是拿不出来的 对 要正常操作的话 我就一样 你已经倒下了 而且手中的刀 已经落地了 是这样 而且还可以锁脚腕 脚腕 脚腕 对 腿 或者颈部都可以 小事一番 效果确实不错 那么 在实际搏斗的过程中 抓捕器 能否经得起考验呢 成功 教练好 大家好 高度认试准备 来 身体 消息转 眼睛 看着前方 咦 我们的记者 怎么饶有兴致的 练起跆拳道了 难道 他想先学几招 好亲自体验一番 抓捕器的威力 站住 不过 看我们女记者那架势 从她练上一年 也不是歹徒的对手 好了 教练 我刚才给你学了几招 我才能踢得这么顺流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跆拳道馆 大家都知道 跆拳道是一种 韩国的非常流行的武术 那么呢 跆拳道的教练呢 像这位 也是身体素质非常强的 反正比起我这个弱不禁风的是强多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想 在这个跆拳道馆 对第二代抓捕器 进行一个验证 跆拳道起源于朝鲜半岛 是一种以腿法为主 拳脚并用的 普手逻辑运动 目前也是现代奥运会的 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跆拳道动静 追求速度 力量和效果 攻防一体 以钢制钢 在竞技中 他多为试探性进攻 在对手的反击或进攻时 倒出弱点 然后快速回击 那么 面对几位技艺超群的 跆拳道高手 抓捕器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觉得用这个东西 不管是你穿着蝙蝠也好 还是你穿着颈服也好 你去抓捕胆头过程中 除非你给他逼到脚步 不然他看着这个东西 肯定会转身逃跑的 行那咱们试一试 我先来 今天发明人 我们的习大哥 也是穿上了护具 准备以身犯险 我现在来插一插你 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怎么用呢 不要躲 我来了 记者锁住了 习师傅的脚筒 稍微用了用劲 习师傅就已经站不稳了 看来能锁紧手腕 脚腕的抓捕器 比起锁腰器 更能有制服歹徒的把握 再换一个孩子试一试 来插吧 吃点劲 好玩吗 这个能解开吗 我自己解 我应该能解开吧 但是如果只要孩子 你动的话 我是解不开做的 虽然我是发明人 但是我也解不开做 在不动的情况可以 只要孩子手一推动 我就解不开 在习师傅对抓捕器的使用 做了一番讲解后 我们请出了一男一女 两位等级为黑带的 排拳道教练 进行搏斗演练 并用力量相对较弱的 女教练手持抓捕器 男教练则手持踩刀 你要用菜刀攻击他 小朋友 你觉得这个把插子的 那个菜刀谁厉害 插子 两人比拼 到底谁能 开始 特别致胜 在抓捕器的威慑之下 持刀人急于解败退 女教练找准机会 出招 竟然没中 这时 持刀人趁机砍杀过来 还好不是真砍 只是在演练 可抓捕器 怎么会把自己给锁住了呢 原来 在女教练瞄准对方 脚踝出招的一瞬间 触发装置的异端 碰到了护具 而这时 对方闪躲 抓捕器 呼了个空 是不是刚才 他没有处到你 你这个时候 就有反击的机会 你可以用菜刀 来伤害他了 刚才他碰到我的一瞬间 我很快地就躲开了 接触的时候 有一点点 然后很快速地 离开 然后这样 我就可以 就可以进攻 进攻别人 如果一击不能击中 就会后患很大 对 这样受攻击的概率会很 难提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通过在跆拳道馆的试验 抓捕器暴露出了 不能一击击中的弱点 但在质敌方面 他显现出的威慑力 以及能锁住 对方要害的技能 还是让老齐感到欣慰 他认为 自己的方向并没有错 只要将抓捕器的 触发装置稍作改良 抓捕器便无懈可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试验 新一代抓捕器 终于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记得上一代的问题呢 它是容易被触发 对对对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解决了 而且咱加了防刀砍功能 防刀砍功能 对防刀砍防物触发功能 也就是说 在超过它的抓捕 半径以外 抓捕直径以外的限度 它是不会触发的 假如说我往地上捅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会触发了 它不会触发 就说它第三代加了一个U型的 固定防刀砍装置 而且就说防刀砍装置是会有槽的 正常刀砍了之后 它不会滑 直接砍到每个槽里头 可以试一下 我可以随便砍 随便砍 它都不会那个了 对 这一代改进就是相当于 把这个触发装置 然后把它下降了 反而上面提升了 然后触发到尺子的时候 它才会整个机关给触发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拿一把菜刀 往上砍的话 它现在是不会触发的 对 那你想啊 我要是不用刀 我用个木棍子 我打一下 不一样也触发了吗 用木棍的话 如果用木棍的话 是这样 它会触发 但是我的这个发明 警用防暴抓捕器 是对我持刀 暴力分子的 我想要是一个暴力分子 拿了木棍的话 也不会对我们的公安干警 或者是无辜的群众 造成太大的伤害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先去一个 更为专业的地方 可以 更为有说服力的地方 可以 我们去那个武警部队 验证一下 它到底是否有家 我们原本打算去武警部队 验证抓捕器的实用效果 可惜师傅接到的这个电话 却改变了我们的计划 他的弟弟来电话说 今天是父亲的生日 家人希望他能回家团聚 从验证抓捕器以来 骑师傅便很少回家 尽管老家离他在 长春市的住所 不到五十公里 就在外头 虽总想着回家 但每回一次家 老骑都会多一份 伤感和自责 多年来 他并没为这个家付出太多 因为验证抓捕器 也没少遭到父母反对 这一天 老骑显得比往常轻松 或许他认为 抓捕器终于研制成功了 他希望把这份喜悦 也带给父母 可当二老看见 骑师傅又带来了抓捕器 他们的情绪 一下子爆发了 这玩意啥也不够 这玩意不太一件事 也不知道养的这玩意是啥玩意 不同意养的这玩意 我以前拿我打工工地 挣两钱养出一家 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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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 但是我来 为研究这个玩意 我们是给家都招散了 他离婚我也不知道 他离婚以后 完了我也不太好让他回来 我说你就搬来家 这玩意 你看过好 家不知道这啥 我也不知道他干啥 就冲着研究这个玩意 他来家 我说研究那玩意啥用 能当钱花呀 你说咱们 你说没有太深的文化 那咱能研究成这个事吗 每次吧 你都不知道 我这每次回来 都是在接受审判 你看我都76了 这么大岁了 七十岁了 咱说可爱你吧 宣传不回来吧 指定是想 出来一看 一看他吧 回来吧 就这样了吗 也就要生气 不是你想啥 我想什么了 我想登月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想登月了吗 与父母的一番短暂接触 似乎并不愉快 艰苦一生的老父母 不知道什么是发明 更难理解 自己儿子 这引以为傲的发明事业 在他们看来 成天倒过些 看起来没什么 实际用处的抓捕器 无助生计 那不是不务正业 又是什么呢 老习实在太想成功了 他觉得这些年 亏欠父母的也实在太多 或许只有等抓捕器 被广泛应用的那一天 习师傅能得到 经济上的回报了 所有的矛盾才会被化解 我的每一个环节 包括每一个动力机构 包括每一个零件 完全都是原创 说我的抓捕器 以后量产化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回报 当然这个经济回报 还是最主要的 尽管今天是父亲的生日 可习师傅却又一次 因为抓捕器和父母 闹得不欢而散 说一个发明人 说他在走向成功这个路 什么时候能成功 当周围人 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 说你不正常的时候 你离成功不远了 在回长春市的路上 我们沿路经过几所学校 此时我们也非常想了解 其师傅以以为傲地抓捕器 究竟具有怎样的应用价值 大爷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学校有没有遇见 特别危机的情况下 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呢 有啊 我们都有防刺服 还有那些工具 就是能带我们看一下吗 不是 我们发现 学校警卫市里无一例外 都配备有防刺服 安全帽 警棍 还有最传统的防暴钢叉 学校因为安防措施 最为完善的公共场所 警卫市就位于校园大门口 一旦遭遇危机 学校保安应在第一时间察觉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保卫学生安全 当保安们了解到抓捕器 除了具有防卫功能 还能起到制服效果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您原来这种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那当然还是这种好的 为什么呢 那他一时有点啥事 那可以把歹徒制服了 这个他顶多是能控制 他不上 你跟着伤不着我 伤不着我 但是这个能把他制服了 能给他抓住吗 关键就是他一扣就好 从这样扣脖子 对 扣脖子 都能扣子 这个也好 那要是一到十分 您给这个东西打个分 打我这满分 打几分 十分 十分 之后我们又走访了医院 银行和小区 在这些地方 我们得到了同样的反馈 然而 适用于民防安保的抓捕器 能否达到警用标准呢 它的制服效果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老西将接受更为严格的讨厌 第二天下午 我们来到了吉林省武警总队 直属特勤大队 这里的战士们各个训练勇素 各个是部队精英 当遭遇突发事件 是他们不顾一切的冲上前进 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成为一名军人 曾是喜悦酒年轻时的最大梦想 而他发明抓捕器的初衷 不也正是为了更好地保卫 战士们的安全吗 那么 抓捕器到底能不能得到 战士们的认可呢 他们会喜欢抓捕器吗 老西 你给教官给介绍一下 咱这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长臂的 自动锁紧的手铐 是专门对付 石刀暴力分子的 对于眼前的新型武器 战士们也充满好奇 并暗自估量起他的威力 小事一番 看看效果怎么样 一抓集中 看来效果不错 习师傅非常高兴 高兴之余 竟当场教战士们 当其歹徒来 想不到 战士们竟看出了破绽 当对方有所防备 抓捕器还能这么顺利吗 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演练 考虑到抓捕过程中 可能造成伤害 急着提议 只抓捕战士的脚踝部位 毕竟脚踝有军缺保护 太久了 我跳出 这我最后一下 两只脚都被踏上了 我看你疯了很久啊 怎么回事 还是有点笨 能躲开 能躲开 注意力在插上了 能躲开 可能刚才战友之间的仰恋棒 因为对方战友没有穿防护 所以也的确怕伤到一块 而且就说选择要插 穿靴子的位置 所以这样也局限于抓武器的发生效果 我感觉这个警用钢插 它的体积比较大 而且真正的受力面积比较小 如果一旦人用这个钢插 去制服犯罪分子的话 它的注意力会容易分散 因为你要时刻注意它的腿 包括它的手 你就会忽略一些其他的东西 而且它不一定非得用一只手去挑 不是这样的 咱们今天就是说 扮演这个暴徒这个战士 一直在躲避 我想说咱们警用抓武器 是为了阻挡暴律分子的出击的 如果暴律分子它往后闪了 往后躲了 就对人 对咱的警员没有任何伤害 面对真正采图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不可能在这个刚插 我插到你哪个位置上 我得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你夺你刀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这个刀过来之后 我什么去示人防护 你注意力太集中 在哪个位置上 不集中的话很难很难找不到 未必可以得插 我可以轮起来打 铁棒一样 我可以往扫 我可以往脖子挫 我可以往胸上挫 甚至我可以砸 但是我恰当机会的时候 我插它 可以插大臂 小臂 腿的 根部 或者是脚腕 甚至如果在 十分凶惨的胆子面前 我可以插它近度 因为它比较长 携带不方便 而在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我感觉它还是不太灵活 激烈的辩论之后 矛盾欲显突出 抓捕器不能随身携带 而突发事件 往往让人措手不及 抓捕器虽不能灵活置疑 可战士们的勤敌之招 也必须经过长期训练 两者皆有利弊 防暴器械重在于防 对于武警战士来说 抓捕器或许不是 最理想的制敌武器 但对于普通民众 或许也能应对 不时之需 不单单是警用 就是保安也可以 保安也可以使用 警用的话也可以用 但是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小区内 这个有什么手头 什么用它去抓的话 不想看 再一个就是突然抓捕 就是这个隐蔽抓捕 然后它在后面背后 直接就锁住了 就是你想跑 那就跑不了 这个进去的背后 也可以 中队长最后做出了 总结性的评价 很显然 这没能达到老习的预期 像当初 老习因为看到警察 命丧歹徒刀下的报道 才萌生发明抓捕器的想法 他为战士们的安全费尽心力 而现在却被指出 抓捕器用于警用 存在局限性 无奈 老习 兴兴而去 习师傅发明的抓捕器 经过三代感禁 实现了在对抗过程中 可潜敌于两米之外 并能精准地锁住 对方的手腕 脚腕等关键部位 相较于传统防暴钢差 它的制服效果更具威力 虽在警用方面 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可广泛应用于 学校 医院 银行 等安保措施规范的 公共场所 同样能起到保卫民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 值得鼓励 这款抓捕器 经过多次试验三代改进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功能 主要的功能就是 锁定于两米之外 而不伤其身 从某个角度来说 它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方面 比如隔空救援 在隔空救援方面 希望将它的伤害降到最低 只发挥它的锁紧作用即可 另外 处发装置上有三个疏持 这三个锋利的疏持 希望能加装防护装置 另外 发明人可以考虑 在手柄处设置一个远程解锁装置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证 使用者的安全 今天的这项发明 说实话 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的所有的实验过程 都仅仅是一种模拟 一种演练 因为它确实在真正的 抓捕和对抗过程中 有可能会对被演练者 然后伤害到一定的人事安全 或者是其他一些碰触 我们还是比较期待 当它真正被布置到 各个我们生活周围的时候 如果发生这种紧急情况 来用事实说话 说不定威力还是比较巨大的 其实我们希望 使用的次数越少 说明我们这个环境 是安全的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 光丽眼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约 在下期的同样时间 再见 小小莲子心理苦 去除莲芯品香甜 这是一台莲子去心机 它有着精准的定位滚轮 无论大小 均能成功锁定 它有着高速旋转的钻头 瞬间将莲芯破碎去除 它还有怎样的奇妙之处呢 进行收看 外发明 深入联心